在參與的誘因上面有蠻多夥伴提到說 其實參與的誘因應該最重要的是希望可以讓民眾對於這個森林環境的議題 先有一個認同感跟就是歸屬感 就是巫童的體驗 去做跨科的合作跟結合在地周邊的資源 包含公園綠地甚至是鄰里附近的綠地資源 像剛剛有其中一位里長就有提到說 他們其實自己本身就有設立一些 也不可以漏掉他們民眾是想減便的方式 可能常見的懶人包去做資訊的了解 因為有這樣的了解他們想要去臨時的動機 像這樣子的資訊 所以在我們這次的建立 以環境中一個傳播而言的話 更著重在資訊的公開跟透明 然後有一個更大的平台可以去理解 剛剛有先生提到說 就是我們可以有一個這樣的環境體驗 甚至像漫畫中繪文 應該是更加一月五的 或者是故事的理解方式 可以去教會的去做做資訊 還有騙子的資訊 還有運輸是因為它是一個大大地方 所以可以提供廣告 那還有手遊跟桌遊 發現我有一個問題 希望打算一些 首先是監測目標的部分 那剛才就是很多夥伴 就是熱情的反應就是中山區這邊 有蠻多值的管理 最常被提起的就是 發展的時間大家所提出來 對於生態系服務 大家覺得要如何去發展 才是對於我們人類生活最好的 那第二個就是 關於我們的社會與生態平衡之間 要相關這個部分 環境是跟溝通平台很有關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公司土地的土地使用分泉上面的問題 所以它第四個部分是 目前中山區分泉建 要交三的地方去 愤怨的地方 與生態方面看建議 無能選擇到的 沒有做的啦 還沒做到啦 不好意思 可以掃描嗎 5、3、4、4、3、4、4、5、7、5、4